哈囉 各位好 我是Raymond 雷萌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張 Colorful World 這種繽紛世界的這一種 又帶有點童趣的 蠟筆啊 插畫這種感覺 這蠻適用於就是做一些 插畫然後可愛風格 然後關於 小朋友這一種的 或是 彩繪風格這一種都是可以用這個效果來製作 而且非常簡單 又快速 那我們只是要知道裡面一些設定 就像是我們的 這個上面有一個效果 扭曲與變形的粗糙效果 這些都是可以來做一些 粗糙畫 這些都可以去做粗糙畫的設定 大家日後如果要使用的話真的是可以來這邊嘗試看看 這裡面有蠻多東西可以讓你的 文字設計有點扭動 或是你的畫面有點扭曲 這都可以去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張的構圖 第一個我要 先把人物做去背 那這個去背請注意 這去背我們通常一律會在 Photoshop 裡面去做進行 這個去背動作 去背完之後存psd 再把它 使用 檔案 置入的方式幫它放進來 好 那放進來之後 它其實是拿著我們在喝的飲料罐 那 這個飲料罐呢我就把它 當作是一個 釋放荒熱的一個 罐子 所以 這邊呢我就已經把它的那個吸管去背已經除掉 除掉之後呢 再把這些愛心 刷牌愛心之類的這樣刷上來 你可以把愛心做成筆刷 你就會刷上來 或者是 你想要直接用 自行擺放的方式把它擺進來 然後再移動位置 這樣都可以 好那畫這愛心的 用途 只是為了歡樂以後 那旁邊加一些星星 那因為這個部分要 讓它有多彩多姿的感覺 所以 在用色上的 我採用軟色調來做 然後再搭配 一些冷色調來做一點 衝突的對比 好所以整體上都是以暖色調來做 然後 冷色調做一點 搭配 好那再來就是 好 角色好了之後 然後手持的瓶子 散播歡樂 好現在前面這裡 文字部分呢 我們有做一點效果 待會會輸入明 好然後在後面這一塊一塊的板子 是為了襯托你的文字 的字母 所以襯在後面 好那我帶有一點 半透明 就是讓這個畫面不會覺得 太過沉悶 而且帶有一點穿透感 這樣會有一個層次的推移 好那 後面背景不是純白喔 特別注意一下 有些時候你的背景呢 如果是用了純白的話 會導致於 就是覺得 有點空洞 好所以呢 我們在背景上 日後如果在製作上 其實 不要讓它單一色塊 你可以在色塊上面 加一點漸層 好所以我這個背景呢 在後面 我在使用上 我點它 你可以看到我的 這裡 漸層裡面呢 中間這個是灰 左右兩個是白 好然後用線性 好然後用 垂直這樣下來 刷過來這邊是 中間是灰 上下是白 所以這個 剛好落在 它做的位置 就是灰色 然後就這樣 往上推移過去 所以背景不是純白喔 它是有點漸層的 好 這就是我現在的 整體的構圖規劃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些細節 這裡面比較困難的 就文字部分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怎麼做 好那我現在來說明一下 好文字的部分 我們先看到 左手邊來 好 第一個開心檔案 尺寸 檔案 新增 點到列印 然後選擇 A4 好那這邊我選擇是橫向 好那 設檔案其實蠻關鍵 因為 我這一張待會會放到YouTube嘛 那放到YouTube的話 YouTube的規格是16比9 好那 我這邊呢可能就是待會還要再調怎樣位置 因為我這張開的是A4 好那大家練習的時候基本上都開A4來練習就可以了 因為之後你要放大再去做 放大調整 好那一樣 好這個 練習的話你可能要設出血 看你可不設 可不設的如果要設的話是3mm 好然後再來 這邊 因為我 這個如果是要印刷的話 我就要選CYK 如果你是純粹在網路上 看的話 我們就是開啟RGB模式 那通常 你在這邊編輯的話應該都是屬於要印刷啦 好那因為A4呢我們就設定 解析度300 好 然後 然後就按下建立 好建立之後開新檔案之後進來 我們先點選文字工具 點文字工具 然後在這邊 打字馬文字工具 300 300 調整字句 好那 我是在調整上是改170 那這個部分 就看大家 你就把這邊字調 調好 像這個我就是用170 他就會間距拉開 好 好 這是施一下這個功能 好然後再來就是 文字要來做編輯呢 一定要右鍵建立外框 點到文字按右鍵 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建立外框 建立外框就是幫他做成 物件的意思 好這個關係到之後 假設 各位有要去送印刷廠的時候的 你要送出去的這個檔案 一定要把所有文字 建立外框 避免印刷廠沒有這個字型 導致於沒辦法去 製作 好 就字型會跑掉 好 然後再來 點選我們建立外框的文字呢 點選 效果 扭曲與變形 裡面的 粗糙效果 好這個點進去 好那他設定的尺寸呢 我們設定 1 這邊是為10 然後選擇尖角 然後按下確定 好 那按下確定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字 原本的字呢 變成有點扭動 有點變扭動 就像這樣 有點扭動的感覺 好 好然後再來 我們要來切割矩形 我們在他的外面呢 畫一個框 用這個矩形工具 在他外面畫個框 畫個框之後呢 在他的每一個字母跟字母的中間 再畫一個 細的矩形 這樣畫 畫好細的矩形 然後再按Alt鍵 拷貝過來 再按Alt鍵拷貝過來 用這個方式的幫他像這樣一個一個距 距離呢都把它拉開然後 做一點 間隔 墊在中間 好墊在中間之後呢 再把上面的這個棒子都選起來 然後跟下面這個矩形選起來 按下 路徑管理員的減距上乘 他就把它這樣切成一塊一塊切開 好那 切開之後 再按右鍵 解散群組幫他拆開 好拆成一塊一塊的 好那拆開之後 我們把 把它呢 選起來 這一塊一塊的選起來 這個矩形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 幫他製作 效果 扭曲與變形 裡面的 粗糙 效果 然後尺寸改為8 細部是1 按下確定 他這個就會自動產生 不同 面向的 立方體 或矩形 這個 有變T形 變不同面向 好那這個呢 另外幫他拷貝 拷貝 這個選起來 然後按Alt鍵 拷貝給起來 拷貝起來 那這個拷貝起來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選起來之後 去填顏色 填一些彩色進去 填彩色 幫他全部填色 像這樣填好 顏色要自己 自己配 自己配 好配完之後 就像這樣 這樣一塊塊填好色 填好 好填完之後呢 我們 這個是拷貝一個方塊出來嗎 那代表在原本裡面 跟文字還是有嘛 對不對 再跟文字再選起來 好選起來之後點的是 效果 筆觸 然後 噴灑 點進來 好這個點進來之後 他外面會多一個白框 好 那這個我設定的話是 18跟20 然後按下確定 好按下確定之後 我的就下面 外面呢就會有一個白色很像粉彩 塗過那種粉蠟筆 那種感覺 像這種感覺 好 那 剛才填完色的這個 色塊再把它Ctrl加G 然後按右鍵 要把它排到後面去 直到最後 然後 捲它之後再幫它降一下不透明度 不透明度把它改80 然後拉過來 墊在它後面 就像這樣 那你就可以得到像這樣的感覺 就文字後面有襯的色塊 好就是這樣子 那襯好之後呢 我們再去把 主角呢 使用 檔案 置入把它放進來 好 放進來之後 我們再去陸續把這些東西畫出來 好那我拆一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拷配股 來 解散群組 解散群組 愛心 愛心 色塊 色塊 反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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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然後把它組起來 好所以 再看這個 再看這個 這個是中間愛心有做漸層 好然後其他就畫星星 好 畫星星跟畫這些放射 噴灑 泊出去的感覺 好那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它 做出一個 彩色世界 很歡樂的一個風格 好那 大家就一起來 做個繽紛的世界吧 那 記得 可以的話 喜歡的話 幫我做個 訂閱 幫我按個訂閱還有分享 好再麻煩各位 要充訂閱啊 拜託 大家練習看看吧